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我们尊敬的马华总会长 魏佳祥 他今天在他马华的一个场合说 他们现在开始要广招年轻党员 要栽培年轻人 然后要专门target那种离校生跟大学生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只想讲一句 躲龙好心 不要去祸害那些离校生跟大学生 OK 躲龙躲龙 我告诉你 每次看到马华说 要栽培年轻人 要招新学 讲到自己几重是年轻人 我看到这些东西 我都会心一笑 我告诉你 怎样说我会心一笑呢 OK 你知道马华过去六十年来的传统是怎样的吗 OK 当你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出来 跟领导说 我要试一下 然后领导就会 斜眼看着你 小子 多岁哦 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毛长期了没有 回去慢慢等啊 OK 当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再来问领导 我要试一下 现在多少岁 三十多岁啊 还年轻 再回去等多一下 当你四十多岁的时候 再来领导 我要试一下 我告诉你啊 虽然你现在也不算是年轻了啦 但是呢 我告诉你 这一届呢 这个选情非常的凶险啊 我必须呢 要再带多一届 稳定好这个江山啊 我才pass给你 OK 当你五十多岁了 再来 领导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你也七八十岁了 可以到我了吧 这时候领导就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我那个乖孙啊 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才二十四岁罢了 年轻有为 是一个人才来的 所以我们决定了 我们就给我那个乖孙啊 来做 啊 so 感谢你啊 这四五十年来的啊 鼎力支持 啊 so 就这样啦 拜拜 嗯 我刚才说的就是呢 啊 马华过去六十年来的啊 最写实的写照 啊 ok so 这六十年来的 马华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来把自己的年轻人给杀掉了 啊 我讲的全部是事实 啊 so 马华用了六十年 不断的杀这些年轻人 啊 把所有的年轻人都赶跑到完 然后现在呢 啊 还在那边到处喊 哎 我们要找新人 我们要找年轻人 啊 所以你讲我 看到我怎样可以不笑呢 啊 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呢 马华呢 现在呢 这个招牌呢 有多香 有多臭 大家心里有数咯 ok 现在 在这种情况之下 啊 你要招 华人的年轻人 加入马华 啊 你说 会有人乐意吗 除非你有康头了 如果你没有康头的话 你说会有人乐意吗 啊 啊 无端端的被你弄臭一身 啊 我老实跟你讲咯 啊 如果你加入马华的话呢 啊 你回去面对那些年轻的朋友啊 同学啊 你都不好意思说 啊 我加入马华 啊 你看你的朋友会用什么眼光来看你 啊 ok 到时候啊 甚至连朋友都没有掉 我告诉你 啊 然后你的朋友啊 啊 啊 跟你聚会的时候啊 啊 啊 想讲一些政治的东西 想骂一些马华的东西 看到你在显调了 没有兴致了 啊 到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的 啊 跟你讲话的人是越来越少 啊 甚至呢 出来喝茶啊 也故意不要叫你了 叫你出来啊 不好玩啊 啊 想讲话不能讲 啊 so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叫年轻人怎样加入你马华 啊 so 我在这里呢 我只可以给马华呢 一句忠告了 就是呢 马华呢 现在这个猫样呢 要去找年轻人呢 简直就是祸害年轻人罢了 啊 我没有把话说死 你马华把你自己的招牌擦亮他 啊 当然 你必须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擦亮 啊 你现在用的方法是绝对不正确的 你现在用的方法就是每天找一些有的没的鸡蛋里挑骨头来骂新东党 结果到最后的结果是反而全国的华人呢 是啊 站在新东党那边来骂你了 啊 so 我看你们呢 好像热恥不疲啊 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到这点 你们无论骂什么东西到最后呢 是引起华人的反感 华人更加要骂你们啊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觉悟这一点啊 啊 ok so 如果你们继续做着现在这样的事情啊 马华这个招牌呢 啊 是不可能越差越良的 只会越来越香还是臭 你们知道的啦 ok 只要这个招牌 啊 他一天不是香的 啊 你就不可能可以招到年轻人进来 啊 因为年轻人怕你 怕被你弄臭 啊 so 唯一一条途径 就是你们现有的领导层 把你们的招牌擦亮 把你们的招牌变成香香 啊 如此一来呢 年轻人呢 才会对你们马华重新 有这个兴趣加入 啊 至少 当年轻人 加入马华了过后 面对到他的那些朋友 同学们 啊 不需要遮遮掩掩 啊 不需要变成被取笑的对象 啊 被嘲讽的对象 啊 至少要做到这一个程度 不然的话 谁要加入你马华 啊 好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